透过现实,柯英发觉高达四千丈的谭云已然重回正常人的身高,同时他赤裸裸的身体正搂着轩辕柔在海水中逃命。 此刻,谭云一本正经给柯英传音。 八天先帝,你怎么如此好色,窥探我的身子? 你,你这个流氓!不好,中气了,该死的! 柯英传音怒斥之时,下意识放弃了仙石的窥视,待他反应过来再释放仙石,海水中哪里还有弹云的踪迹。 他气愤不宜释放仙石,仔细骚拾海水,然而视线中只有一条条体型庞大的水中仙兽,若受到惊吓一哄而散,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这把柯英给启封了,没想到竟然把人给跟丢了。 他紧握相拳,仙石一遍又一遍扫尸海语,却仍然没有谭云的踪迹。 气死我了,气死我了! 两久过后,柯英仿佛想到了什么,眉眸中流露出了一抹明雾。 方才谭云一定是藏在水中仙兽的体内逃走了,对,一定是这样。 玄机,柯英和尚双眸,将仙石释放到极致。 仙石呈善行,不断朝前方海水急速延伸百万仙力之举。 玄机,他毋庸置疑之声,传入了每只仙兽脑海之中。 我乃八天仙帝,现在所有仙兽听令,停止游动,原地待命。 轩原柔,还有贼子,本仙帝知道你们还未逃远,就藏在其中一只仙兽体内。 你们是逃不掉的。 随着柯英华英落下,成千上万仙兽皆进入寒蝉悬浮在海中。 说,你们谁见过一名失去一臂的男人,抱着一名女人? 说出来,本仙帝饶你们不死,否则,你们统统都得死。 就在这时,所有海中仙兽皆是回应并没有见过。 他们到底躲到哪里去了? 柯英额眉紧粗,紧接着将仙石释放极致笼罩整片海域。 此刻负伤的谭云正躲在海底一棵巨树的树干之内。 他宁神秉息,一念间便将怀中受伤昏迷的轩原柔送入了戒子时空神殿, 而即便向轩原浩空等人传音。 都别出来,八天仙帝还没走。 此刻,他小心翼翼释放仙石笼罩住了柯英。 由于他的大底魂比柯英的要强上一些, 故而对方并未察觉到谭云在窥视。 在随后的一个时辰里,柯英谭息一声便飞出海域, 朝八天仙城折放而去。 他离开的原因有三, 担心谭云调虎离山,偷袭八天仙城。 其次,就算找到谭云, 在海中也未必能够追得上。 其三,也是最重要的, 他颇为忌惮谈谭云的空间囚笼, 害怕遭到埋伏。 在确定柯英离开后, 谭云这才如实重负, 穿上一身紫袍, 将戒子时空神塔寄了出来。 时空神塔化作一尺之高落在树干内。 谭云进入时空神塔九层后, 只见轩原柔正重伤昏迷躺在榻上。 榻前站着轩原浩空, 灵儿,长风, 还有楚潇洒。 虚空震荡中, 沈素斌他们全都自殿内凭空出现, 前来看望轩原柔。 之前身处灵霄神塔内的欧阳千千, 将谭云就轩原柔的过程看在眼中。 他能看得出来, 谭云是深爱这名女子的, 于是便询问沈素斌, 二人之间有何过往。 沈素斌便将两人之间的爱恨情仇, 全部告诉了欧阳千千。 欧阳千千是打心眼里同情谭云和轩原柔这对昔日的恋人, 如今的仇人。 看着谭云, 楚潇洒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。 老大, 你伤得重不重? 不碍事。 不错, 这么多年不见, 你已经是帝皇境十二姐了。 谭云上前一步拍了拍楚潇洒的肩膀, 此时轩原长风上前紧紧抱了抱谭云。 好兄弟啊。 在轩原长风心里, 可以一直拿谭云当兄弟, 而谭云依然, 你先陪陪我姐, 稍后你来八层大殿, 我有事情和你说。 说吧, 便是以轩原灵儿, 楚潇洒和轩原好空离开。 而沈素兵他们, 已是心有灵犀离开九层大殿, 来到了一层大殿之内。 如今房内只剩下谭云和轩原柔二人。 腹上的谭云轻轻走到榻前, 伸出左手, 温柔地抚摸着轩原柔苍白的脸颊。 柔儿, 昔日那一剑, 真的是我失手, 我从未想要杀你, 你为何不信呢? 还有, 你的父亲, 素兵说了他没死, 你为什么就不信我呢? 我爱你, 我真的很爱。 谭云说着, 轻轻低头, 吻上了轩原柔的额头, 随后便来到八层内, 走到了轩原长风跟前。 轩原长风再度上前一步, 给了谭云一个熊帮。 谭先帝, 能再见, 伟兄真的很激动。 我也是, 你们当初是如何离开一切之地的? 还有, 你们遇到了什么机缘吗? 境界都提升这么快? 当年呢, 你们离开一切之地后, 又过了四年, 我姐便破开了一切之地的平整, 带我们离开了那儿。 后来即将辗转, 我们前往了鸿蒙九天仙界各种险帝, 获取修炼资源的同时, 拥有我姐炼制的帝皇丹服用, 所以境界才提升如此迅速。 谭先帝, 你们呢, 你们是如何提升的? 随后, 谭云便将这些年的经历告诉了轩原长风, 其中也包括洗劫九天密服, 血洗九天仙服之事。 哼, 原来还真是你啊, 当初我姐带着我们本想洗劫九天密服, 不曾想, 我们去时, 仙群已经被你们给洗劫了。 后来我姐便猜到是你所为, 我姐为了杀你而想提升实力, 这才带着我们抵达八天仙剑, 与途洗劫八天密服。 那曾想啊, 竟然会遇到八天仙帝他们的围攻, 哼, 这回又被你们抢先了, 这也就罢了, 因为你们在八天仙剑杀八天仙城少主之事, 还害得我们刚来这儿就险些从命呢。 渊源长风笑着, 伸出拳头, 雷了谭云胸膛一拳。 谭云闻言笑而不语, 两久过后才收起笑容叹息出声。 这些年, 如而过得怎么样? 注入叹息出声。 中文字幕——YK